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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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有關於基本的線性代數 還有一些怎麼樣做曲線的擬合 回規分析 所以這邊有點數學 所以同學務必要專心 聽清楚 有問題要隨時問 其實我們這堂課可以考的東西不多 數學就只有這些東西而已 所以今天的數學 你可以知道 它會顯得格外重要 好 我們來看今天要講的有關於線性代數 前面有一些細節的東西 我們會直接跳過去 因為那些東西我想對各位是太簡單了 一些簡單的範例自己跑 我們會直接跳到第四節 解連立 線性的連立方程式 那麼這是我們在各位在線性代數裡面學到最重要的東西 怎麼解連立的線性方程式 那我們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再幫各位複習一下 那複習只是很粗淺的複習 最主要是怎麼用MateLab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一般的線性方程式呢 你可以用 用矩正來表示AX A乘上X等於B 那麼在這裡面呢 A和B都是已知的矩正 你已經知道A和B是什麼東西了 但是你要把X解出來 那這是最基本的連立的線性方程式 那我們呢 為了簡化起見 我們把這問題再稍微簡化一點 我們可以假設呢 AXB的維度分別是 M乘N N乘1 M乘1 好 M代表方程式的數目 在這裡我要舉個例子 就是譬如說 最簡單的例子 1 2 5 7 8 9 3 4 2 這就是我的A乘上X X1 X2 要等於 2 5 這個都知道 各位都知道應該怎麼解吧 你把它乘開來 就是一個 三個連立方程式 然後都是線性的 那你可以直接去用 什麼高斯消去法 代入消去法 這國中各位就學過了 代入消去法 加減消去法 都一樣可以把它解出來 那在這裡呢 我們這個就是我們的A 這就是我們的X 這就是我們的B 那這是我們的N N等於3 那N也是等於3 但是這是最基本的方式 但是呢 有其他各式各樣例外的情況 各位看一下 如果M等於N 那麼方程式的個數和位置數的個數是一樣的 像在這裡 我有三個方程式 這N就代表方程式的數目 有三個方程式 當然 這個N呢 就代表位置數的個數 N也等於3 所以呢 這是一個3乘3的問題 所以當M等於N的時候 方程式的個數和位置數的個數相等 所以這時候呢 通常會有一組解 通常會有一組解 但是不見得每一次都有一組解 有時候會怎樣 會無解 有時候也會出現怎樣 無限多組解 這個各位都覺得 都應該有印象 都應該有學過這個東西 但通常如果說我隨便出的話 隨便亂出一個通常會有一組解 但是呢另外一種情況呢 如果M大於N呢 那方程式的個數 大於位置數的個數 這時候通常呢 通常是五解 沒有一個單一解 可以滿足AX等於B 但是呢在這種情況下呢 在現實的情況下 我們常常碰到這種情況 沒有單一解 但沒關係 沒有單一解 我們可以求取最小平方解 最小平方解呢 就是把AX減掉B 我求它的長度的平方 讓它長度的平方為最小值 就是我兩邊不會 我沒辦法找到一組X 使得兩邊完全相等 我就把AX減掉B 減掉以後 就是它的差異的大小 差異大小 我把它平方加起來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notation你們要了解 待會我也有一 有一份數學的投影片都在講說 這個數學notation要怎麼寫 不過各位記得 這個就是相減就是它的差值 差值 我這樣刮起來平方就是 就是那個差值相量的 長度的平方合 另外一種情況呢 如果m小於n呢 那就是方程式的個數 小於位置數的個數 通常這種就是有無限多組解 比如說你有 你這邊m2 就有兩個方程式而已 但是有三個位置數 那當然這種就有無限多組解 那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通常可以求到 找到一個解叫基本解 這基本解呢 滿足呢 那x最少包含有m-n個0在裡面 好 抱歉我按了讓它重新開始 好 那麼MateLab要解這類問題呢 它就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用 一種最好的方法可以用 MateLab提供一個叫 反斜線的運算 叫backslash operator 叫反斜線 好 就直接寫成這個樣子 或者有時候又稱之為左除 為什麼叫左除呢 我們待會說明一下 那除了左除呢 它還有一個右除 右除呢叫斜線的運算 叫slash 那slash是用來對付 xa等於b的方程組 你直接看下一頁會比較清楚 假設你要解的是a x等於b 那就是x呢 就等於 你可以想像 我把這裡 除一個a 這裡也除一個a 所以就得到 有沒有這裡除以a 我就得到x 所以就要做錯 那不知道這種情況呢 未知的x在這裡 a在這裡 你要把a削掉 右邊要除以a 所以把這邊除以a 這邊也除以a 這時候你就得到x等於b 除以a 所以一個叫左除 一個叫右除 就看你方程式的形式 你要取用不同的方法 來算最佳的x詞 所以你可以想像 就是兩邊各除以a 看在左邊要怎麼除 在右邊要怎麼除 那你就會得到這樣的答案 好 我們來看幾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很簡單 第一個範例就是 用左除 我得到一個a矩陣 a叫vandermann 這是一個叫萬德夢矩陣 萬德夢矩陣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會得到一個 這個a會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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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 1 抱歉我這裡可能寫錯 我們直接跑一遍比較快好了 因為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我先把字體放大 我先把字體放大 我這個範例是放在 你看 你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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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9 3 0 分別是2的2的1次方 2的2次方 3的1次方 3的平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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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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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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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乘以2的平方加B乘以2加C 第二点带进去是11 A乘以3的平方加B乘以3加C 第三点带进去是18 你把它写成矩阵 就是1的平方 1的一次方 这边是1 2的平方 2的一次方 这边是1 3的平方 3的一次方 这边是1 乘上ABC 要等于6 11 18 所以就画成这个格式 你就把它算出来 所以我们的A Vandom就产生这样的矩阵 那么我们的大B 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个位置数 好 抱歉 大B就是我们这个已知的量 6 11 8 然后一反出 X就出来 所以X等于123 就是我们当初写的 这里是A等于1 B等于1 A等于1 B等于2 C等于3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刚好它有一组解 丢进去 答案就出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M大于N 那么你要把它算出来 它的解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M大于N 我们把它方式写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A等于多少 A等于2-1 然后1-2 然后第三个呢 然后第三个呢 是1-1 然后这时候B呢 B等于2-21 2-21 所以你等于要有三条直线 一个是2X-Y 你希望它等于2 第二个呢 是X-2Y 你希望它等于多少 等于-2 但还有一条 X加Y 你希望它等于1 但很明显 这个东西通常来讲 刚好这是平面的三条直线 如果这三条直线呢 刚好是交在一点 那倒没问题 我就把那一点找出来 但通常你运气不会那么好 所以碰到这种问题呢 你会发觉三条直线 OK 它没有交在一点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反过来 就是我这边讲的 有三个方程式 但只有两个未知数 这三个方程式在X-Y平面 并未交于点 它没有交于点 所以严格讲 这个方程式是5- 但是MateLab 它一样可以 它用左竹 就是我们的backslash operator 一样可以帮你找到一组答案 这组答案呢 会使得它的误差量为最小 那这个误差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误差量就等于 写在这里 AX-B平方 会等于 你把AXB 全部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或者你可以写成 AX-B 的transpose成AX-B 你会看起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一减 只出现它的误差向量 你把它转至一层 它就变成 里面每一个元素的平方合 所以就等于 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2X-Y-2的平方 加上X-2Y加2的平方 再加上X加Y-1的平方 展开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我们后面会再提到 所以因为它 你没有办法找到一组X 满足这个方程式 那就变成说 好那我起码我找到一组 一点XY的坐标 能够使这个误差函数 越小越好 所以这叫做最小平方方 所以我们这边一直讲说 要使得这个东西为最小 所以MateDev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 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到这边它并没有跟你讲 最小平方方法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怎么做到 各位其实也应该会做 给你这个东西 好请问你 怎么样的X 怎么样的Y 可以让它这个值回最小 你就直接这是一个二次式 就让它微分答案就出来了 对不对 直接就让微分 根本应该等于0答案就出来了 但是MateDev真的在做的时候 它有它另外的方法来做 反正它会帮你找到 使得这个误差值为最小 那么另外一个就比较trivial 就是说如果m小于n 譬如说你只有两条方 但是有三个位置数 它一样可以帮你找 那这个一定是 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只是答案是无限多个 但它会尽量帮你找到一组基本解 基本解的意思呢 它会至少有m-n个0在里面 譬如说在这里面 有两个方程式 有三个位置数 所以答案里面起码有包含一个0 在里面 表示这个东西根本用不到 你只会用这两个 就可以满足它原来的方程式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各位今天的作业之一 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这个在做什么 我们的问题很简单 我要在平面上找出一点p 使得p到下列三条直线的距离平方和为最小 那这三条线我假设是这个样子 3x-4y-2 4x加3y-2 x加y-1 这是我三条直线 那这三条直线呢 各位记得要算距离平方和 给我任何一点x-y 我要算这个 这个到这条直线的垂直距离或是最短距离 就是把它带进去 然后除以3的平方加4的平方才更好 这就是我的距离 我当然距离还加上一个绝对值 那我既然要的距离平方 我就把它平方起来 这边也如法报值平方起来 如法报值平方起来 但这样的一个方程式呢 你刚好可以写成ax-b的平方 其中a是多少呢 a就是3 你看啊 第一个是3除以5 就是这个 -4除以5 就是这个 4除以更好17 就是这个 1除以更好17 就是这个 1除以更好2 就是这个 1除以更好2 就是这个 那它对应的b呢 就是2除以5 是这个 -3除以更好17 是这个 1除以更好2 是这个 就等于把2-31在这里 2-31 分别 除以更好5 除以5除以更好17 除以更好2 那这样直接丢去里面算 它把你算出来的xy 刚好可以满足到三个直线的距离平方而为最小 先看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原先 各位记得 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是不太一样的 但刚好可以互通 原先我们要找说 这个解我不知道 它没有解 但请问最接近是多少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转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丢进里面算 不然刚好得出来是它的平方 那现在是 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 我先把这个L写出来 它的距离的方程式写出来 然后把它转回成AX-B 转回成有一个A有一个B 变成这个格式 刚好等于这个东西相减平方 那这时候你要求解这个东西 就直接反斜线一次又出来 所以你可以想这样 你AV都出来后 X又等于什么东西呢 一个命令答案就出来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推广说 好 那我要找空间中有一点到三个平面 假设三个平面可以形成一个四面体 在二度空间中三条直线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 所以这边等于是说算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我怎么样找到一点 这一点实到三边的距离平方合为最小 那在空间中就是一个四面体 四面体里面你怎么找到一点 这一点到四面总共四个距离的平方合为最小 所以这可以无限延伸下去 但是我在这里先问 请问这个点是三角形的什么心啊 各位学过三角形的什么心 内心 外心 垂心 还有什么心 重心 还差一个 还有旁心热 不然讲了你们好像都很伤心的样子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有学过吧 这应该是国中就学过了吧 对不对 那我的问题其实我事实上我也不太记得 但是这一定是三角形里面的某一个心 请问是什么心 这是一个课外题 麻烦知道同学会去查一下 跟我讲一下 有的题目是什么心都不是 如果说我今天要找出三角形里面的一点到三个顶点的距离平方合为最小 那这个是什么心 那如果找出一点到三个顶点的距离 距离合 没有平方 距离为最小 那那个又是什么心 其实最后讲那个到三角形距离合为最小 那什么心都不是 我记得好像是 你要找出一点 使这一点到三角形形成了三个角度都是120度 但我可能有记错 不过这一题各位回去想看这到底是什么心 那判断这些问题你就可以把它转成 有没有最小平衡法一次答案就解出来 好我们继续玩 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这各位一定要了解 因为马上就会用到 好那这张后面这些这个命令列表我们就 就过去不讲 所以这张很快的我把重要要讲的部分就讲过去 我们现在回头看 常见到的 常见到的 矩阵的公式 好 好 好 第一个常见到的 这个transpose和inverse 这个我想各位现实院都还记得 好 同学不要紧张 好 A乘上B 两个矩阵相乘 它的transpose 会等于B的transpose乘上A的transpose 好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证明一下 好 那inverse也是一样 A乘上B 我们当然假设这A和B矩阵都是能相乘的 它维度是compatible 就是刚好都能相乘是有定义的 它的inverse就等于B的inverse等于A的inverse 这是各位常常会碰到的封面 再过来看是gradient gradient就是对它求导函数的意思 好 假设有一个 抱歉 假设有一个函数F 我这边X用一个粗体字来表示 就表示它是一个向量 通常在数学上用粗体字来表示 就代表一个向量 有时候也会比如在X上面加一个箭头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是一个向量 那它的gradient gradient中文翻成叫T度 它的gradient 这个函数的gradient 就等于我对每一个函数的input 进行偏微分 假设这个Bolt X 它是X1到Xn 那我就分明对X1为分 对X2为分 直到我对Xn为分 所以这叫做一个函数的gradient 那特别是 我这边举个例子 如果F是等于CT乘上X或XT乘上C 那么它的微分就直接等于C 那这个各位都可以回复到 云先存量的情况 带进去里面做一遍 就知道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那这边当然是不用讲CT乘上X 假设C是C1到Cn 那这边就是C1乘上X1 C2乘上X2 不管CT乘上X或XT乘上C 这两个都是存量 等于C向量和X向量的内积 那你对它取gradient之后 我就只剩下这些系数 所以各位可以类比 这个很像我们在存量里面的微分 有一个对X1次式微分 只留下它的系数 不过这系数要把它翻转过来 让它变成一个航向量 那再过来看呢 我们叫Quadratic Form Quadratic Form叫2次式 就是给我一个X的向量 那我如何把它变成244呢 最简单的方式呢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 这是一个向量 那么我假设这个向量里面有两个元素 那两个元素呢 我们最常碰到的是 比如说 X平方加上4XY 加上6Y平方 这就是一个Quadratic Form 这时候我的X呢 就是XY 这样子 那这边呢 只是把它写成 有没有 比较General的Format 因为我这边只有两个变数 今天如果三个变数 一样可以套用这个Format 四个变数一样可以套用这个Format 但是这样一个Format呢 我可以把它写成 矩阵的形式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X Y 乘上多少呢 乘上1 2 2 6 乘上XY 对不对 各位比照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的A 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X Transpose 这个就是我的X 所以我可以写成 XT乘上A乘上X在这里 那各位可以验证一下 把它乘开来 就会回到这个式子 那在写成这种QuadraticForms 我们通常假设 假设这个是Symmetric 通常只要这两个加起来 会等于4 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放1 这边放3也可以 这边放0 这边放4也可以 都得到这个结果 但是呢 因为呢 我这边写出来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如果A不是Symmetric 如果A不是对称的 当然这时候XT乘上A乘上X 会等于XT乘上这个东西 再乘上X 那保险 这个东西永远是对称 所以我们通常讲这个QuadraticForms 我们通常假设A是对称 因为假设A不对称 我可以把它代换成A加AT除以2 那这样它就是对称 得到的QuadraticForms 跟原先的方程式是一样的 所以等于说 我们以后再表示像这种二次式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全部把它写出来 现在只有两个变数你可以写出来 三个变数你一样可以写出来 100个变数呢 就难写了 碰到100个变数 你就直接这样写就可以用一个矩阵A来表示 就代表整个QuadraticForms 那么QuadraticForms的gradient是什么 你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对X为一分 然后再对Y为一分 把它写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各位可以去验证一下 如果A是Symmetric 那它得出来就是2乘上A乘上X 如果不是Symmetric也是一样 我把A代换成A加上AT除以2 那得到结果是 就变成A加上AT括号才乘上X 那这个式子呢 也跟我们的存量的微分很接近 在存量微分里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想像说 这是AX的平方 假设可以把它乘起来 AX平方 然后微分就变成2AX 只是在像量的时候 你一定要XT要摆在前面 后面再摆X 中间再插一个A上面 这样乘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意义 才会是我们要的QuadraticForms 那这个东西的证明呢 其实各位做一遍就知道 你可以举个例子 类似这样子 好 你对它微分 微分以后看里面 最后可以变成一个矩阵增上X 那这个矩阵呢 就刚好会等于2乘上A 我们待会下课的时候 请一个同学上来做 出去要帮我点一个人吧 你可以翻本子 Mainable乱数产生一个学号 看会叫到谁 来 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它刚好会等于这个 好 这个是常常用到的公式 各位看到这个头是开始晕了 但其实 你只要了解它的原因 其实都不是太难 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都假设是对X 在做微分 Y就不用管它 Y可以想象成是常数 那第一个是XT乘到Y 那么它微分本它刚好会等于Y 就是我们前面的例子 比如说这是XT乘到C 或CT乘到X 微分本它只剩下一个C 那么 你这样乘的话 你假设中间这个A是Identity 所以你用刚刚那个format 这个format就在这里 所以得到是2X 那XTAY呢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C 整个是一个C 所以XTC得到的是C 那么这个YTAX 可以你把它翻转过来 注意哦 这是一个纯量 这不是一个向量 所以 不到纯量的话 它的翻转是等于它自己 所以 YTAX 它是一个纯量 你把它翻转还会等于它自己 所以你就直接对它做翻转 就得到XTA AT还是A 我假设A是symmetric XTAY 抱歉 in general 假设它不是symmetric 你还是把它加上一个T 比较保险 那这时候你看 就变成XT乘到一个C 所以最后得到ATY 所以这两个事实上是同一个公式 这两个事实上是同一个公式 只要你知道说 存量你可以把它直接做transpose 然后最后一个XT乘到A X 抱歉 我当然假设这里A是symmetric 所以得到2AX 那对于一般最general 最一般化的情况下 是二次式 我刚讲的是 这二次式是 只有 全部都是二次的 X也二次 Y也是二次 里面中间的乘积也是二次 不然有二次又有一次 又有常数项的话 就是XT AX加上BT乘AX AX加C 所以你对它微分的时候 这边得到2AX 这边微分就只剩下B 所以这很像AX平方加BX加C 微分就得到2AX加B 又回到存量的形式 所以这边各位要了解有这样的format 我后面来解释之后才会比较快一点 才会比较简单一点 好 所以这个分别的结束了 我们最后来看 今天是重点是在第十章 各位一定觉得奇怪 我中间为什么就跳跳跳跳 因为有些东西是比较细节的东西 那这些细节的东西是比较牵涉到 MateLab Programming的东西 那有东西又比较偏向学理的东西 你必须知道这些学理以后 才能利用MateLab帮你解这些问题 像这个曲线拟合呢 你就是必须要知道这些 抱歉 必须知道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二次最小平方法 你知道这个概念以后才能来使用MateLab的 函数来帮你写 好 我们来看 曲线拟合 中文叫做Data Fitting Data Fitting也是一样 给你一组资料 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逼近于这些资料 那如果这个资料呢 只有包含一维输入及输出 那实际上就是一条曲线而已 给X找Y就是一条曲线 那么这时候呢又称为曲线拟合叫Curve Fitting 所以Data Fitting是In General 你可能输入可能是三个变数四个变数等等 但是Curve Fitting只有一个变数 那么回归分析呢指的是我们用各种统计的方法来进行Data Fitting 然后分析各种统计的特性 这叫Regression Analysis 好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来看的是 曲线的拟合Curve Fitting 我们要建立的数学模型呢 是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一个进去一个出来 那就是一条曲线而已 简称SISO 那么我们在 把这条曲线要找出来的时候 这个曲线呢我们通常叫做是一个模型 叫做一个Model 那Model可以分两种 一种叫线性模型 一种叫非线性模型 那什么叫线性 什么叫非线性呢 简单讲线性模型就是 你的参数稍微变动一下 它是线性的变动的话 比如说由一倍变到两倍 那你的模型Output的变化量 也会由一倍变到两倍 但是如果是非线性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待会有很多范例 各位看了就知道 我先把这个关了 哇 在哪里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范例 这是美国人口 从1790年到1990年的总人口 这资料你可以直接在Madem里面 你可以有一个Data叫Sensus 你可以Low的Sensus 直接把资料漏了进来 漏进来你把它画出来 就得到这样的一条曲线 在1790年人口很少 这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人口一直移进来 它靠除了自然的生育率之外 从墨西哥 从中南美之后很多人一直移民进去 当然台湾也有很多 中国也很多人移民过去 香港也有 所以人数就一度增加 一度爬上来 可以往哪里爬 请问这个是到1990年 十年为一个单位 请问2000年人口在哪里 那你就要造出一条曲线出来 对不对 一路爬上来 用看的大概也看得出来 2000年应该是在这里吧 就这样一路爬上来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们怎么样长出一条曲线 来代表这些资料的側性 你用眼睛可以看得出来 这像是一条什么线 拋户线嘛 对 对 慢慢一路爬上来 拋户线 那这边不能看 你不能看人口这边也很多 那不对 那越来越少 那只看这一段的话 像是一个拋户线 拋户线爬上来 也可能像是一个指数的曲线 像一路爬上来 好 那我们开始就要想办法去 造出这条曲线出来 有这个资料分布呢 可以猜测这个曲线 可能是一个二次拋物线 所以就是 有没有 它就是A0加A1X加A2X平方 那其中 X是它的输入 X那输入 可能是它的年份 年份丢进去 Y就是它的output 那么A0 A1 A0 A1 A2 或是A0 A1 A2 就是 这个词模型的参数 因为这个参数对Y成线性关系 所以线性关系是 你看 A0 对Y A1 对Y A2 所以当A2在变动的时候 这边呢 就会跟着成线性的变动 所以这种叫线性的参数 那我们的目标呢 我们要找出这条方程式出来 使得模型的输出 它的实际资料 越接近越好 这过程就叫做线性的回归 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线性的模型 那再过来就 我们可以把 假设我们的观察资料写成XIYI 总共有21点 所以X1 Y1 X2 Y2等等 总共有21对 21组资料 21组资料 就是我们刚讲的 这边是X1 Y1 X2 Y2 到X21 Y21 那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带进去 这是实际的输出 实际的输入 实际的输出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带进去 得到它的预测值 这是我预测的东西 假设我的模型 长的是 就刚刚这个二次函数 我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呢 我把真实的资料 减掉我预测资料 两个相减 这就是我的平方误差 那平方误差呢 是把所有的 这些21点全部加起来 所以总误差在这里 所以这里I呢 就从1 2 3 一直跳到21 跳到21 好 那这就是我的目标函数 我要让它最小化 我要找出A0 A1 A2 使得整个目标函数的最小化 这样代表我的平方误差为最小 所以这个才叫做一个最小的平方法 好 那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求出1对A0 A1 A2的导函数 令其等于0 这是传统做法 这是一个二次四 我就令它导函数 然后令它微分等于0 你记得导函数把它 一微分之后呢 全部变成一次四 而且 因为有三个位置数 所以你要 这个导函数 总共有三个四值 所以三个位置数 三个四值 所以你应该得到一个 唯一解才对 那令它等于0 之后我们可以得到 一组三元一次 连立方程式 就可以解出来 如果说我们 再把它写成矩正的形式 把它写清楚一点 也是一样 有没有 这总共有21点 我第一点带进去 期望它得到Y1 第二点带进去 期望它得到Y2 那你把整个方式把它拆开来 你就变成这样 这边是21乘3 这个三个位置数 要等于我最后的21个output 那我刚刚讲过 不可能刚好直接等于 因为一定会有乌差在上面 因为你只有三个位置数 但是有21条方程式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 转换成 我这边讲的 通常不存在一组解 来满足这21个方程式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找到一组θ θ θ就是我们位置数 就是我们的ABC 使得等号两边的差异为最小 这时候就可以写 Y-Aθ 减完呢 这是一个向量 别忘了 你把向量的transpose 向量的原先 这个是一个航向量 你把它翻过来 transpose 变成一个列向量 再乘上原先的这个航向 一乘起来 就变成里面 每一个元素的平方和 这就是我们前面 前面讲的总平方物差 所以这个式子呢 就完全等于这个式子 完全等于这个式子 所以这个式子你要了解 这边会刚好完全等于 因为每一个Y-I 减掉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前面相减 就等于前面每一个元素相减 刚好这边符号有点颠倒过来 我看有没有颠倒 抱歉 没有颠倒 Y在前面 它的Aθ在后面 所以Y-Aθ 把它transpose 过来 整个内积一层 就得到我们的总平方物差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也是一样 就直接用一个左除 就把最佳θ找出来 这样的话 可以使总平方物差为最小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把它漏了进来 你把它plus出来 那A呢 第一列是全部放1 第二列是放它的 这个CΔ值的就是它的年份 年份全部放1 这年份的一次方 年份的二次方 这时候就会得到哪个矩阵呢 就会得到这个矩阵 有没有 X-Words的年份 这边全部放1 这边是一次方 这边是二次方 放上去之后呢 Y就是我的population 直接一除 有没有 Y左除A 一除θ就出来 那这剩下就把图画出来 所以画出来的结果呢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好像很逼近 这样一路贴上去 所以下一个值应该就是在这里 根据这条曲线来看 那这时候找到的值呢 就是也是这样 就是A0 A1 A2 就是我们的二次方式的三个系数 最小平方误差就是A0 乘上A1X A1是-23.51 加上A2X平方 A2是0.00654 在这里乘X平方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曲线理核 给你资料 我就用一条 二次多项式来比进它 好 那这刚刚讲过 左除G 右除就是我前面刚刚讲的 你看 如果碰到是A乘以θ等于Y 那θ就是把A搬过来 所以是在它的左边 如果碰到是θ乘以A等于Y 把A要搬过去 A在右边 所以搬过去也在右边 所以这时候右除是Y除以A 接着同样的我们就可以预测 我这样整个算出来之后 我就得到 我得到了θ之后 θ在这里 那我就可以预测 在T等于2000的时候 population是多少 T等于2010年的时候 它的population有多少 那直接算出来结果 这就是我利用我的模型 来预测美国人口的成长 但是我不曉得 各位有电脑可以查一下 看准不准 2000年人口有多少 2010年人口有多少 中间 中间有个911事件 可能一下就死了好几千个人 不应该是没有影响 这都是百万人在算 不过也有趣就是说 你可能把这两个画出来 看整个趋势 看符不符 这是用预测人口最基本的方式 好我们先休息个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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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